现在不知道台湾的年轻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愿意多交流到对岸去走走看看 那这一次其实有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的活动 就是在刚好在举行亚运的浙江杭州来举办 那么呢也看到这个祝祝姐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他也跟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再次见面了 那么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还特别为了这个活动呢 还致函 然后呢还强调 希望两岸青年坚定的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 那宋涛也特别说到需要两岸青年更多交往交流 要相互了解 而且他有提到说很高兴 这次看到是很多都是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去的年轻朋友 来自台湾 那我就很好奇的是说 因为对照在最近其实看到大陆也发布福建两岸融合示范区21条意见 在这个里面其实也很希望能够吸纳更多的台湾年轻人 到对岸包括就学以及就业 那我不知道到底你怎么来看像这样子的一个释出的讯息 那么究竟能不能够打动台湾的年轻人 人家就说越开放就越进步 大陆对于台湾的不管是清创或者是就学都有非常多的鼓励的方案 譬如说我去过大陆的这种清创园区 如果你是台湾来的 他特别有租金的补助 然后住的不是那个办公室的租金补助而已 不是创业补助 是连你住的地方都有补助跟安排 就是说你到我这边来创业 你不用担心住的问题 然后开始你要开始创业以后 我也会提供你一些创业的贷款等等 所以让有一些在台湾他觉得说 我想要有更大的发挥空间的人 他觉得我去试试看 风险不大嘛 有地方住 然后有第一桶金的支持 但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多交流多看一定都是好的 你去看了以后 你如果还是要讨厌他 你再讨厌他 但你看都不看 然后就到听途说 听人家讲他多落后又多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他都有独立判断的能力 我觉得台湾政府要相信我们的年轻人 如果你不相信他之前民进党 为什么要下修那个投票权到18岁呢 不就代表你认为18岁就是大人了吗 所以你要相信他的判断能力 你就让他去看有什么关系呢 我之前曾经去调过资料 在陈菊当高雄市长的任内 还有这个郑文灿山桃园市长任内的时候 他们的教育局有很多都出团到大陆去 因为最近 然后预算又最便宜 然后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譬如说我们现在疫情过后 大家如果去餐厅那个扫QR Code点餐 还有这个电子支付 我告诉大家大概2017年18年的时候 我去大陆的时候 他们已经都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台湾当然有很多先进的东西 但是在科技网路上面 他们确实比较先进 那你就互相交流互相学 有什么关系呢 我之前认识一个很年轻的里长 大概30出头的里长 他是民进党籍的里长 然后他就说以前 我们党内都说大陆多可怕又多可怕 夺落后又夺落后 后来他当里长之后 因为台北市跟上海有双层论坛 我们每一个区跟大陆的一个对应区 都会有姐妹区 会互相交流 于是他就跟着这个团到大陆 他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人家比我们进步多了 姑且不论说进步 或是哪一个地方进步好了 起码他觉得他开了眼界 他发现说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不就是才是一种 进步的象征吗 你要知道你所听到的 到底是不是真实 你就亲眼去看 尤其是年轻人的交流 我觉得更是需要 因为这些年轻人 未来都会是两岸的领导人 两岸的主人翁 所以他们懂得越多 交流得越多 认识得越多 未来才不会做错判断 如果你去了以后 你觉得我还是不喜欢 我很讨厌 那没有关系 你起码亲自去体验过 可是我知道很多两岸 这样交流过的年轻人 他们之后都变得好朋友 是 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 很好啊 那现在这样陆委会是干嘛呢 对不对 这个是怕什么 因为他们不是年轻人 他们拒绝听 拒绝看 拒绝学 拒绝信步 是啊 对啊 你说像大陆 我记得他们也讲 就是1999 台北这个1999的专线 他们也来学习 他们叫做12345 有事找政府 是吗 没有都记得 因为太好记了 所以这样多好呢 对不对 互相观摩交流跟学习 可是蔡委员 那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大陆现在发布的 这个福建两岸融合示范 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 哇 这个陆委会就说 这个意见根本就是要吸纳 台湾资金人才到大陆去 借此提振内部的经济 好 所以大陆怎么做 好像都要骂 这样做 陆委会在批 然后呢 EGFA如果什么 你不停 或者是你停 这个民进党政府也要骂啊 不管你要怎么做 但是现在企业界是在担心说EGFA如果真停掉了会怎么样呢 甚至还说两岸贸易战有三个剧本啊 台湾不要到时候真停掉 少掉三分之一的贸易顺差 那委员那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EGFA可能会停掉 为什么 因为EGFA它所谓的会台措施 然后有很多的厂商 我敢讲 那些人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小鹰自由 所以没什么好稀奇的 所以变成就是说 大陆的会台措施是有一半以上是在资助民进党 资助小鹰 我敢讲这个 再来说是吸引台湾的资金 或者人才到大陆上到福建去 是为了振兴大陆内部经济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大陆经济经济成长率超过五个percent 台湾不到两个percent 那到底是谁经济低迷啊 到底是谁要拉谁的人才啊 那我们再讲一个不客气的话 大陆经济经济成长5.5 福建不止5.5 福建6.5 那福建呢 他现在是在福建扩大 是 那表示说他是把机会跟你分享嘛 如果他今天说 他今天经济成长率等于零 那我们还有1.75 对不对 那当然他某种程度来讲 是在吃我们的这个好处嘛 他不是耶 是倒过来耶 那陆委会会讲实行吗 他当然知道 他不会讲实话 因为什么 因为陆委会是台湾最大的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怎么可能讲实话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句实话 他怎么可能讲实话 讲实话怎么去骗选票 他不是那个民进党理想也被骗了一辈子吗 好不容易上海一看 我老天你啊 上海才是都市啊 台北市是乡村啊 三线城市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政府官员整天在算选票 从来没想到台北市怎么更进步啊 那有台北市进步怎么拉新北市啊 怎么拉桃源市啊 所以当然了 我们有很多 我们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 不过你现在所骄傲的东西 都讲经国时代留下来 你也好歹说一点说 蒋经国时代没有 动不动台积电复国神山 还在台积电啊 台积电是蒋经国弄的 蒋经国现在已经走了几年了 那你不告诉我说 哪些是我蔡英文做的啊 我告诉你 有 宇昌是蔡英文做的 高端是蔡英文做的 巴西弹是蔡英文做的 还有林志坚的 路人会蔡英文做的 这样好吧 为什么不讲这个呢 一笔见真章 所以不要去吹这个有的 没有说我说 有时候我也蛮同情 陆委会 他面对着大陆的发展 他自己很清楚 每天有大陆搜集情报 可是搜集了 又要学习诈骗集团 也不能告诉老百姓真相 告诉老百姓真相 谁要投票给我 这个民进党 民进党说 我把它降到18岁 是要你投票给我 不是说你已经成熟 要去认识 很多国际上的事情 不是这样子嘛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